传说中的沉船与宝藏在现实生活中的确存在 哥伦比亚海军最近公布了一个举世震惊的画面 曝光了一艘在加勒比海950公尺深的海底中 从未被人类打扰的沉船 这艘沉船正是1708年被英国海军击成的圣河西号大帆船 据了解 当时属于西班牙国王菲利普武士所有的圣河西号 在这大量黄金与珍宝返回西班牙的途中 却遇上英国袭击 船上有600多名船员 也只有少数人能够存活 船被击沉后 直到2015年大约300年后才被世人发现 画面中可以看到 尽管船只已经被泥土覆盖 但到处可见瓷器、玻璃、黄金等物品 而这些宝藏的价值可高达170亿美元 由于圣河西号的残骸在哥伦比亚海域范围内 当局决定将这艘300多年历史的大帆船 变为该国文化遗产的一部分 Nuestro gobierno decidió que todo ese tesoro es un patrimonio unificado que no puede ser partido que no puede ser separado que es un todo que tiene una riqueza patrimonial enorme obviamente se presentaron ahí diferencias de carácter jurídico que hemos avanzado con el Ministerio de Cultura y también con la Agencia de Defensa Jurídica 目前西班牙和波利维亚都申诉 沉船应该属于他们 当年被西班牙强迫挖掘金属矿产的 波利维亚哈拉哈拉主表示 他们才是这批宝藏的主人 无论如何 哥伦比亚宣布 当局有意兴建沉船博物馆 让他成为哥伦比亚 加勒比海和世界的骄傲 제훙向нд New York ко伦比亚เ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